第1101章 四先生云 这么多年过去了 四大先生一点进步都没有 真是可怜 这就是没有自己心灵的坏处 老四古华沙看着虚空深处 心中产生了一些不屑 与此同时 他看着新世界一只古星剑刀 此人也是没有自己心灵的 不过他本身有新世界的存在 时时刻刻都拥有了巨大的力量 这就不能够比拟 四大先生如果建立自己的世界 脱离旧世界的束缚 自立为王 那倒是可以拥有源源不绝的力量 四大先生的力量 从诞生到达现在 就没有增长过 他们本来有许多 可以增加力量的方法 最稳妥的 就是建立自己的宇宙 成为宇宙之主 然后慢慢地聚集气数 吞噬一些大气数的存在 可惜的是 他们本身是 就世界意志诞生出来的 是就世界意志 为了辅助以后主角诞生的存在 他们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宇宙 产生对抗就世界意志的野心 这就导致了他们力量无法进步 做就世界意志的忠臣孝子 那就要被灭亡 老四古华沙心中再次道 不过 这四大先生 毕竟是就世界意志最重要的臣子 如果死了 被我炼化 就世界意志 就越发不可能掌控局面 所以 在最为关键的时候 就世界意志就会出来阻止我 甚至想要杀死我 可我又拉拢了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他肯定也会想办法 重创就世界意志 这样一来 两大意志难免要交手 在交手之间 如果两败俱伤 我就可以吞噬两大意志 使得无天无道大阵 到达最强极限 那个时候 古尘沙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当然 这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绝对不会让我好过 它也恐怕存在吞噬我的心思 老四古华沙 现在是无不朽的境界 无论对于新世界意志 还是就世界意志 都极其重要 是一颗不同寻常的棋子 轰隆 老四古华沙 把无天无道大阵准备好了 突然一动 刹那之间 无数的时空粉碎 出现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之中 四大先生显现了出来 古华沙 吴先生看见那无天无道阵图 脸色极其难看 又看见了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更是大吃一惊 新世界意志 不错 就是我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笑了起来 吴吴先生 吴兴先生 吴维先生 吴想先生 你们就别挣扎了 老老实实地跟着我 我还可以提升你们的力量如何 休想 我们不会背叛母体 吴吴先生皱眉 就世界的意志已经诞生了 主角也已经很快就要出现 你们活不了多久 我觉得 你们还是遵守就世界的规则 放弃现在的一切 这样还可以获得一些地位 废话少说 老四古华沙 突然把阵图一合 顿时时空变化 一座大阵把四大先生 都笼罩在其中 随后他出现了争鸣的笑容 如果是在千年前 我的大阵刚刚成就 恐怕今天的情况 还有一些漏洞 未必能够顺利进行 可惜的是 我故意把大阵的运转 拖延了千年岁月 到达现在才水到渠成 彻底圆满 这千年之中 我抓捕了无数的天道境界强者 毁灭了许多宇宙 提炼出来了最纯粹的不朽 等下肯定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包括这新世界一只古星剑 他终究是我的小辈 居然还想骑在我头上 简直可笑到达了几点 古华沙的准备十分充分 这大阵展开之后 魏家和他自己坐镇中央 而新世界一只古星剑 和张玄公在外面辅助 在大阵之中 瞬息之间 出现了上亿的天道境界高手傀儡 这些傀儡 都化为了一个个的符文 闪烁出来天道的气息 上亿天道高手 在这千年时间之中 被老四股划沙炼化 可见他获得了 多么巨大的气数和力量 要知道 每个能够晋升到达 天道境界的人 他们甚至都不能够 用天之骄子来形容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天道 所以他们的气数 资质 比起以前的什么天生圣人 要强大亿万倍 在当年 资质化分为渔夫 下等资质 中等资质 上等资质 天才 盖世奇才 天生圣人 然后就是艺术 艺术之王 唯一的艺术之王 就是神舟第一兄 行穷士 不过哪怕是艺术之王 行穷士 在当年的修为 也不过是天兽境界巅峰 更不可能修炼 到达天元之境界 而天元之上 有天界境界 然后才是天道 由此可见 能够修炼 到达天道境界的人 比起当年的行穷士 气数和资质 要搞出来足足三个等级 那是什么概念 如果现在的行穷士 复活过来 在多元宇宙中 只怕就是一个 打杂的小人物 上不得台面 这千年时间 老四古华沙 已经很清楚地 把气数 命运 力量 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 自己参悟出来 一套自己的方法 他抓住的这些 天道境界的高手 不光是剥夺了 他们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 把他们的气数 因果 等等各种无形的存在 全部都纳入了其中 然后聚集一起 能够发挥出来 无不朽境界的力量 在这大阵的中央 上一天道境界的高手 化为了符文 聚集到达一起 最后从大阵的深处 化为了一尊巨人 这巨人大耳垂肩 手长过膝 面如日月圆满 头发如星辰璀璨 眼神之中 生灭亿万宇宙 在寝客之间 身躯宝马 有细腻之光泽 巨人的面相 就是老四古华沙 好厉害 这个巨人是身外化身吗 张玄公暗暗震惊 如此之强大 几乎可以 比得上无不朽级别的强者 哈哈 老四古华沙大笑起来 这是因果之王 接下来 气数之王 命运之王 解脱之王 寝客之间 在大阵之中 再次冒出来了 同样三尊巨人 一共四尊巨人 这四尊巨人大不可量 个个都有 无不朽境界的力量 怎么可能 张玄公差点 把眼睛都瞪爆了 这就是古华沙千年积蓄 不过这四个巨人 实际上也不能够支持多久 等消耗过后 又会陷入沉寂 等要再度积蓄千年 当然他们现在的实力 实际上 是个无不朽境界的高手差不多 新世界一只古星剑 看得出来 到底老四古华沙 做了一些什么 果然 四大巨人一出 那无无先生 无心先生 无为先生 无想先生就被压制住了 古华沙 你敢 这个时候 无无先生脸色剧烈变化 他们催动了无数的力量 可在这其中 根本都发挥不出来 被压制的死死的 古华沙 你乃是救世界意志指定的天地 你如果现在悬崖勒马 还能够挽回天命 以后的救世界 你还是主宰 你现在直接杀了我们四人 怕是永远失去了眷顾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无心先生大吼起来 他们四人都是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可这次古华沙 有备而来 阵法极其歹毒 他们根本无法对抗 就遭遇了毒手 我就是天命 我主宰一切 救世界的意志 也是我的傀儡 想要操纵我 简直就是做梦 老四古华沙 把自己的力量 也输入了其中 同时开始压榨 魏加的力量 魏加本身 也是无不朽境界的强者 这千年时间 在古华沙的栽培之下 修为也获得了 巨大进步空间 他在不停地震荡 爆炸 全身都演化出来了阵阵力量 所有的无不朽境界的精髓 都随着无天无道大阵的运转 而快速输出 不好 我们的力量跟不上了 在剧烈的战斗之中 突然吴先生感觉到了一丝不知 哈哈哈哈 老四古华沙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你们不是真正的人 没有自己的心灵 力量肯定不是无穷无尽 你们固然是无不朽的境界 可和真正的无不朽比起来 欠缺的就是无穷无尽力量 拼了 四大先生对望了一眼 猛地跳跃起来 然后各自都化为了一轮巨大的太阳 这太阳之中 无数的符文开始急速旋转 然后猛烈碰撞在一起 化为了巨大的世界 这世界居然是救世界 似乎这一刻 救世界被召唤而来 降临到达了无天无道大阵之中 刹那之间 无天无道大阵一阵 似乎就要被救世界的虚影 撑得爆炸 大阵就要被破灭 你们开始拼命了吗 老四古华沙并不意外 这也是在他的算计之中 给我报 立刻之间 那因果之王 气数之王 命运之王 解脱之王同时爆炸 钻入了那就世界虚影之中 就世界的虚影 顿时开始四分五裂 无天无道大阵再次聚拢 压迫了下去 把四大先生压制的身躯 都缩小了几倍 变成一个个的小孩子身材 你们都给我 融入我的无天无道大阵之中吗 老四古华沙 知道事情即将成功 你们融入无的大阵之中 到达那个时候 我起码拥有 十个无不朽的力量 是时候了 动手 新世界一只古星剑 发出来了一个意念 陡然 那魏家化为了一道光芒 刺杀向老四古华沙 第1102章 形势大变 魏家被老四古华沙所欺骗 注入了一些极其厉害的进法 使得他完全听命于老四古华沙 几乎成了一个傀儡 在这千年之中 兢兢业业 为老四做事情 没有背叛的心思 也不可能背叛 因为他只要起了任何背叛的心思 就会立刻被老四古华沙知道 立刻就可以 把他彻底镇压 永远无法翻身 所以这千年时间 老四古华沙 对于魏家都很放心 而且是 越来越信任 哪里知道 现在魏家居然突然 对他进行攻击 而且 魏家的实力 在这一次杀之间 似乎大了数十倍 只是瞬息之间 就破掉了老四古华沙的防御 深深伤害到了他的本源 啊 老四古华沙 发出来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惨叫 他感觉到了 自己的本源在飞速流逝 心灵的力量 被一种强大的封印 给蒙蔽了起来 无法对他进行输出 这样一来 他被切换了 永恒的力量源泉 自然就岌岌可危 魏家 你居然敢背叛我 你去死 老四古华沙 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可在这个时候 也就显现出来了他的实力 他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禁止 可惜的是 他遗留在魏家体内的禁止 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魏家继续刺杀 狠狠地破坏着 老四古华沙的躯体 炼化 老四古华沙 突然身上冒出来了 一股股的火焰 这火焰燃烧之间 化为了最强的神通 这是他的无天无道之火 此火焰一出 就把魏家给包裹住 熊熊燃烧 使得魏家全身都滋滋作响 似乎要被炼化 魏家脸上也同样猙獰 就世界意志 速速住我 轰隆 在他的背后 无穷无尽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居然化为了就世界意志的影子 那赫然就是古踏仙 轰隆 古踏仙滚滚而来 指天踏地 一拳就到达了老四古华沙的面前 老四整个火焰全部炸开 无天无道大阵都开始动摇了 为什么是就世界意志 老四这个时候 再次遭遇到了重创 但是看见了就世界意志所化的古踏仙 顿时陷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绝望之中 因为在刚才 喊动手的是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他以为是古星剑使得魏加反叛 但现在魏加的背后 居然出现了就世界意志古踏仙 那就意味着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和就世界意志古踏仙 联合起来对付他 如果是单单一个 他还有生还的可能 可现在是两个一起 那他几乎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两个水火不容的意志 可以联手一起 老四古华沙缩小成了一团 他遭遇到重创 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还手能力 只能够保护住自己不被杀死 这次他真的失算了 一旦失算 很有可能就是献上自己的生命 古华沙 你猜测对了 我们两人暂时联手了 这个时候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走了进来 进入这大阵之中 和就世界意志古踏仙对立 把老四古华沙夹在中间 当然 现在的就世界意志 只不过显现出来 是古踏仙的形体而已 根本不是那个时候的 天赋大地古踏仙 是另外一种存在 你们两人迟早都要厮杀 分出来胜负 你们联手 难道就不怕对方反咬一口吗 老四古华沙知道这个时候 最好是两大意志相互对拼 他才可以逃出生天 如果两大意志联手对付他 他今天必死无疑 如果没有古城沙的存在 我自然不敢和他联手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笑了起来 不过古华沙 你拉拢我一起镇压这四大先生 其实也就是存了我和就世界意志对拼的心思 然后你来捡便宜 是不是 你的用心何其歹毒 可惜的是 你想得到的一切 我们也同样想得到 我们就联手把你先镇压了 两位 老四古华沙也笑了起来 面对这样危险的境地 他居然并没有害怕或者是退缩 不管怎么样 都要强撑下去 你们就算是镇压杀死了我 有什么好处 要知道 你们的敌人并不是我 而是古城沙 古城沙比我危险千百倍 你们把我杀死之后 古城沙反而少了一个撤肘 就你还想撤肘古城沙 就世界意志古他仙的形体 发出了阵阵不屑的声音 你本来是我挑选的 可惜的是你不争气 居然背叛我不说 还被古城沙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的存在实际上 是为古城沙提供资粮而已 古城沙早就把你当做了试验品 你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算你练成了无天无道大阵 古城沙获得的更多 不可能 老四古华沙长笑起来 两位 我和古城沙是死对头 我必然要杀死他 把他镇压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还有你们杀了我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杀了我 吞噬我 炼化我就会进步 你们现在反而是要变成人 我对你们倒是有很大帮助 我现在甚至可以辅助你们 都变成人 如何 你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联手 也不是古城沙的对手 只有你们变成了人 才可以对古城沙造成威胁 你这话倒是说得不错 就世界意志古踏仙点点头 我们的确是要变成人才可以 不过 你还是要死 新世界意志古心仙道 古华沙 留着你 随着你的进步 倒是很危险 说不定就可以对我们造成威胁 好了 就世界 我们一起把此人葬送吧 的确没有什么好处 就世界意志古踏仙 却并没有动手 而是脸上出现了猙獰的笑容 既然你进入了 这座大阵之中 那就是最后 这古华沙 毕竟是我以前缔造的 它就算是死 也必须要我来 而且现在 你进入了这座大阵之中 就是我所营造的最好机会 发动 就在这一刹那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的形体 开始了最强的力量爆发 轰隆 山崩海啸 宇宙潮汐 都不足以形容其 万分之一的力量 降临到达了这阵途之中 这无天无道大阵的本质 还是属于旧世界 不是属于新世界 四大先生 你们融入这其中吧 是 这个时候 乌乌先生 乌星先生 乌维先生 乌想先生立刻一动 就化为了符文 融入这无天无道大阵之中 这次 他们是牺牲自己 成全了这阵途 而旧世界的意志古踏仙 是生生镇压了这阵途 把阵途化为自己的所有 化为了一道规则 化为了最强的天意 整个多元宇宙 无天无道 所有修成了天道境界的人 都必须要融入其中 这个想法很好 我正要 借助你的手 完成这种壮举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 对着新世界意志古星见到 你今天就要葬送在这里 有些厉害 新世界意志古星见脸色也凝重了 不过 你想在这里葬送我 这种话 我想你自己 都不会相信吧 你看着就好了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道 古华沙自己融入 这座大阵之中 这大阵的威力 会到达什么地步 难道你 自己不会计算吗 古华沙 你自己缔造了这座大阵 可惜的是 你自己也修炼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那就要融入其中 这就是坐简自负 请君入瓮 这个时候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的形体 手掌一压 一直比宇宙 还大无数倍的大手 猛烈镇压下来 把老四古华沙 狠狠镇压 到达了镇压之中 然后一股股的力量缠绕着它 使得它的身躯 逐渐化为了无数的符文 这些符文也缠绕起来 融入大阵其中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 居然如此狠了 把老四古华沙也融入其中 这是真正的请君入瓮 不 我绝对不要融入 这座大阵之中 老四古华沙拼命了 他知道 自己一旦被压制 进入了阵眼之中 立刻就要遭遇到 神行俱灭的下场 他深深知道自己 这座大阵的厉害 他经营了千年的岁月 把这大阵祭练的出神入化 现在 他居然也要作为 这座大阵出世的祭品 这个时候 新世界一只古星剑 似乎就静静地看着 一点都不慌忙 也没有出手阻拦 就世界一只古踏仙的行动 你的拼命 也没有任何作用 就世界一只 古踏仙看着古华沙的挣扎 继续催动自己的力量 它是一个就世界的最高意志 古华沙哪怕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它的对手 旧世界 你真的以为 你自己可以控制住一切吗 就在老四古华沙 要被炼化的一刻 新世界一只古星剑说话了 这个多元宇宙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有些脱离我们 掌控的东西 也已经来了 在它话音刚落 突然有许多道无不朽的气息 降临了这里 其中最为强横的是其中六道 这六道无不朽的气息 代表了最强的六个人 是新世界在当年 就观察到的气数变异者 也就是说脱离它掌控 脱离了古踏仙掌控 甚至脱离了古沉沙掌控的人 这六个人分别是周青 王超 红逸 方寒 杨奇 江黎 第1103章 六大无敌 自从旧世界凝聚成形体之后 和新世界对立 新世界不停地制造出来各种宇宙 吹泡泡式地 把许多宇宙都充塞进入 多元宇宙的时空之中 而就世界 则是不停地吸收各种宇宙 一个制造 一个吸收 这样等于是阴阳对立 这种对立的过程之中 无数的人物诞生了出来 尤其是就世界之中的各种人物 更是风起云涌 各种主角备选不用说 干出来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而还有一些比主角备选更强的人物 居然晋升了无不朽的境界 其中 最为强大的就是六个人物 叫做周青 王超 红翼 方寒 杨齐 江骊 这六个人 在就世界之中的许多次元 都是小人物 可一军突起 居然很快就成就了无上霸主 而且各个精明无比 拥有不可思议的无上神通 擅长算计 而且气数强大 到达了几乎是无可战胜的境界 可以说 这六个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他们从小到达现在 无论是谁对付他 都基本上没有没有好下场 哪怕是他们是小蝼蚁的时候 无敌巨头对付他们都莫名其妙地被斩杀 而好处被他们获得 仿佛他们是被某种创世之力所包裹 处处作弊 任何困难的绝境 他们都会柳暗花明 现在 这六个人都成为了无敌巨头 甚至他们可以知道 天地之间种种变数 在新世界意志 和旧世界意志对抗的时候 动静实在是太大 有可能影响天地宇宙以后的格局 这些人同时也感觉到了一座大阵 在冉冉诞生 这座大阵对于他们有很大的威胁 甚至会压制他们的实力 于是乎都把力量催动出来 轰击这座大阵 而且他们感觉到了 这座大阵如果被自己纳入手中 恐怕会更进一步 成为更强大的存在 立刻之间 局面混乱 无数的力量滚来滚去 天地之间一片混乱 打起来了 在新世界之中 古尘沙和楼拜月 武圣 诸葛牙 文宏五人 看着那虚空中的最大动静 古尘沙把所有的细节都展现出来 楼拜月道 陈沙 你要不要救老四 老四这次 恐怕是注定要陨落 也是他自己想不开 一定要和你争锋 结果能力不足 强行修炼这无天无道大阵 最终才落到这样一个田地 老四不可救了 如果他不强行修炼 这无天无道大阵 倒是可以逍遥自在 可他为了超过我 修炼此阵 可谓是丧失了所有的气数 你想想 此阵一成 就是剥夺了所有生灵成就天道的机会 那等于是 阻碍了众生的晋升 在冥冥之中 众生的命运就会反噬他 加上他这千年时间 足足吞噬了上亿的天道境界强者 固然是把阵途炼制成功 可造孽实在是太大 这是天作孽有可畏 自作孽不可活 我其实已经给了他一线生机 但老四还是自作孽 我也解救他不得了 古尘沙叹息一生 老四在当年 其实心高气傲 在诸多皇子之中 排名第一 可惜的是 他一直被我压住 在当年进仙司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一直合作 可在天地出事之后 他因为天地的原因 就渐渐和我离心离德 我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还想挽回 多次给他机会 但他还是成为了无阻 自己参悟出来了一些东西 和我的道理越行越远 最后到达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过他现在凝炼此大阵而死 也可谓是求人得人 这座大阵本身就是无天无道 他自己是无不朽的境界 也是在大阵恋化的范围之中 这千年之间 就世界越来越大 文宏道 比起千年前的 就世界大了何止百倍 其中的英雄人物 更是如雨后春笋不停出世 在其中无数的气数之王 甚至是王中王出现 那六个人 就是最强的王中之王 霸主中的霸主 甚至连我的气数都有所不如 如果我现在去对付六人 其中的任何一个 都恐怕是输多赢少的局面 天地乱属 毕生枭雄 这也是必然之事 我选择了爆炸命运长河 给了众生自由 本身就是 自己不控制天地 天地失去了这一种的束缚 肯定会剧烈成长起来 无数的人物层出不穷 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我们先看看 老四死了之后 这大阵到底会落入谁的手中 古尘杀道 这个时候 在那片虚空之中 老四古华沙并没有死 因为他被压制 进入了无天无道阵途之中的时候 突然一些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搅乱了局面 嗡 几个带着无边霸气的影子 到达了这阵途中 然后爆发出来了最为强横的攻击 我的机会来了 老四古华沙 竭力收缩自己的力量 然后整个人化为了一团漆黑的符纹 要脱身出去 但是他在脱身的时候 仍旧想把自己的无天无道大阵带走 因为这大阵 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 现在这大阵 更是把乌乌先生 无心先生 无想先生 无为先生都炼化进入了其中 威力比起当年 更是大了无数倍 而且他感觉到 自己还和这阵途有很大联系 如果能够抓住机会 绝对可以把这阵途带走 只要我把这阵途带走 我不但可以翻身 而且实力会更进一步 到达最强制境界 老四古华沙的心中还在名笑 这些人都在为我嫁衣 他的力量迅速释放 进入了这无天无道大阵之中 那大阵刹那之间 再次蠢蠢欲动 出现了许多的气数 全部都输入了他的体内 使得他在瞬息之间 伤势恢复了不少 轰隆 无数的力量从天而降 这股力量 直接就杀入了 无天无道大阵之中 随后直接就在 老四古华沙的面前显现出来 老四古华沙这个时候 在阵眼之中默默运转 就看见眼前多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是年轻 一身青色衣服 但身上隐隐约约 有无数造化的气息在流转 也是无不朽的境界 可实力看起来深不可测 居然是阵眼之中的缔造者 很好 我炼化了这个缔造者 就等于是炼化了这个大阵 这个青色衣服的年轻人 看着老四古华沙笑了起来 然后他一手抓了出来 顿时无数青色火焰 包裹了老四古华沙 老四古华沙 立刻就感觉到了无比剧痛 在这剧痛之中 他刚刚聚集起来的元气 散开了一大半 整个人再次处于重伤的状态 你是谁 怎么会闯入大阵之中 老四古华沙怒吼起来 你就是无足古华沙吧 青色衣服的年轻人看着他 笑眯眯的 虽然他面向人畜无害 可实际上 他的下手还是没有停留 反而是加大了炼化 畜生 古华沙竭力反抗 可惜的是他受伤太过严重 现在根本不是青色衣服年轻人的对手 周青 你在这里偷偷摸摸吃毒食 又一个声音出现在这里 显现了个身穿白衣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浑身上下 充满了无边的霸气和锋利气质 白衣少年也是直接出手 开始镇压老四古华沙 老四只感觉到 这白衣少年的力量 几乎和他全胜时候都不相上下 甚至还要超过顿时绝望期 为什么 为什么天地之间 会诞生如此强横的人物就 古华沙 你真是该死 又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少年出现了 他也对老四古华沙直接下手 我的一些手下 在这千年之间 就被你炼化 进入了这座大阵之中 我因为修炼一门 功法要晋升 到达无不朽的境界 所以一直没有找你 现在你更是变本加厉 要炼化所有修成了 天道境界的人物 这就是自寻死路 你们这些怪胎 老四古华沙道 你们中了计了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意志 就是把我作为诱饵 让你们自投罗网 你们现在进来之后 基本上就无法出去了 也要和我一样 融入这座大阵之中 不错 这个时候 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就世界意志古踏仙 也出现在这阵眼之中 然后整个大阵猛烈收缩 就成了眼前的 这一个阵眼 在这阵眼之中 一共有十多个人 都是刚才闯入了 大阵之中的人 其中除了周青 王超 红毅 方寒 杨奇 江黎六人之外 还有老四古华沙 魏家 张玄公 唐川 周阳 另外 还有三个看样子 也是炼成了 无不朽境界的 大气数者 这里爆发出来的战斗 在很多修为低级的人 感觉不出来 但对于无不朽的境界 却十分的明显 于是这多元宇宙之中 炼成了无不朽境界的人 都纷纷赶来 另外三个 炼成了无不朽境界的人 居然不是 来自于旧世界 而是来自于新世界 新世界的规模很大 也是无穷无尽 其中能够诞生出来 无不朽的境界 丝毫不稀奇 而且 自从新世界 脱离了古城沙掌控之后 其中的高手 就更是有了 很大机会和气数 第1104章 飞星旧世界 周青 王超 红翼 方寒 杨奇 将离这六人 并不是真正的形体 而是他们的化身 他们都是无不朽的境界 而且拥有无敌的大气数 自然任何事情 都会留一手 不过就算是化身 实力也是 实打实的无不朽之境界 而且 这六人并不是敌对 而是隐隐约约 联手在一起了 这就极其恐怖 轰隆 这阵眼之中 瞬息之间 就爆发出来了 强大的战争 不好 老四谷滑沙心中的寒意 沉浸到了底部 他现在几乎 就是一个小孩子似的 在这些人的面前 发挥不出来任何力量 倒不是因为他实力不行 而是他刚才重伤了 这次他可算是导写没了 就没有顺利过 不好 周扬也被卷入了战争之中 他本来是想看看 这里的情况如何 顺便捞一把 夺取整个大阵 那就真正的一步登天 任何无不朽境界但高手 都知道这座大阵的重要性 此大阵能够运转造化 逆转气数 无天无道 一旦掌握 甚至就可以获得 冥冥之中的某种无上手段 比如拿无不朽的境界来说 周扬获得了这座大阵之后 起码可以对付 自己同样的高手十个以上 也就是说 他的实力会增强十倍 是时候了 周扬在这混乱的战斗之中 把自己的力量祭祀起来 狠狠撑开 一道道的悬光 在脑袋后面绽放出来 是新世界和旧世界 两种意志的结合体 当年 周扬之所以能够成就无不朽 实际上全部靠了古尘沙 和旧世界意志的相互输入 在他的体内 各自都凝聚了一个系统 这些年来 他苦苦修行 参悟 终于把这两大系统的根本练化 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随后彻底和自己的灵魂融为一体 稍微移动 就可以释放出来 无敌无匹的力量 练化这座大阵的最关键性 就是古华沙 因为古华沙 是整个大阵的创始人 周扬的身躯不停变化 直接潜伏 瞬间就和古华沙的心灵沟通了 这个时候 老四古华沙 已经是岌岌可危 古华沙 你现在危在旦夕 随时都会死亡 周扬道 不如就和我合作 我可以保留你的意识 你还可以重生的机会 现在 只要你舍弃自己 融入大阵之中 然后和我结合 被我所恋化 你就可以逃脱这个结束 到达那个时候 我会把你复活过来 如何 周扬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下贱的东西 连奴隶都不如 老四古华沙 根本看不起周扬 在他的心目中 周扬不过是古尘沙的 一个试验品而已 怎么能够和他争斗 现在周扬居然要成人之威 把他炼化 还引诱他 成为其法宝的气灵 这如何能忍 古华沙 你才是不知好胆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客气了 渗透 周扬这个时候 化为了无数的符文 开始渗透进入古华沙的体内 如果你是全胜的时候 我还畏惧你三分 不过你现在身受重伤 还被许多力量压制住 我炼化你 也不是什么男士 说话之间 周扬无声无息地 展开了自己的行动 又有一个小家伙 进入了其中 这个时候 在大阵之中的六大高手 其中身穿青色衣服的周青脸上 出现了笑容 他的身躯猛烈一阵 绽放出来了一道道青色气流 这青色气流 凝聚成了莲花 覆盖了这片空间很多地方 他的敌人 主要是那新世界 意志古星剑 和旧世界意志古踏仙 这里的时空是混乱无比 各自对拼 而新世界意志古星剑 居然和旧世界意志古踏仙 开始联手 在联手之间 无数的力量开始爆发 狠狠压制着六大高手 伟大的旧世界意志 想不到我们两个存在争锋 形成了现在的多元宇宙格局 各自布置下来棋子 可随着那古尘沙的捣乱 局面失控了 居然产生了这六个怪胎 脱离了我们的掌控 不过现在好的是 凭借古华沙这个愚蠢东西的大阵 居然把这个六个怪胎吸引了过来 虽然现在 这里是六个怪胎的化身 它们的真身 还在别的地方 不过它们的这个化身 承载了它们的一半气数和实力 只要葬送在这里 大阵就会真正地涵盖诸天 彻彻底底圆满 那个时候 再催动此大阵的力量 根据它们的化身的气息 直接灭杀它们的真身 也不是什么难事 新世界的意志古星剑 对旧世界意志古踏仙道 我也正有此意 旧世界意志古踏仙 始终都是面容阴沉 但它的力量 居然和新世界意志古星剑的力量 联合在了一起 两方组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罗网 把六大气数之王 全部笼罩在其中 而这六人周青 王超 红逆 方寒 杨奇 江离则是催动了自己的力量 进行反击 这大阵在他们的力量之下 激发得如陀螺一般的旋转 也正是因为六大气数之王核心 就世界意志斗得火热 无暇顾忌周扬 所以他才能够寻找到机会 暗中准备炼化古华沙 掌握整个大阵 否则的话 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周扬 你想炼化古华沙 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 这古华沙是我的 这个时候 魏加再次出现了 他本身是古华沙的人 可惜的是 背叛的古华沙 自然不能够让古华沙活着 而且他的野心极其巨大 和周扬也是死对头 因为他是因为中原宇宙的众生 不甘心意念所诞生的 而周扬是要奴役中原宇宙众生 最后 他胜利了 在古华沙的安排之下 把中原宇宙夺取 使得自己成功地 晋升了无不朽的境界 所以 如果让周扬得势 魏加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周扬 你想吃毒食 恐怕是太差了一些吧 这个时候 张玄公居然也出现了 然后唐川也出现了 唐川是古兴剑培养的 一个主角备选 是新世界的主角 不过后来 五圣成就无不朽的境界 凝聚出来了五道福禄 此福禄落入了张玄公的手中 这个张玄公 就成为了古兴剑的第一主角 甚至古兴剑 还想张玄公吞噬唐川 不过 唐川获得古尘沙缔造的奇遇 一举近生 为了无不朽之境界 倒也逃脱了一截 而且他也彻底明白了 一些事情 已经可以独立自主 不过 古兴剑的第一主角张玄公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获得了五圣福禄 这千年修行 也心中明白了 他知道 那唐川的身上 还是有新世界的气数 如果自己能够吞噬 绝对可以更进一步 诸位 我们也别争夺了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说话了 这个女子 也是无不朽的境界 她是新世界诞生的无不朽 叫做林一勋 在新世界常年的运转之中 她居然获得了 某种冥冥之中的无上真谛 晋升到达了无不朽之境界 这可谓是新世界催生的一些变数 因为在新世界之中 一些跟随古尘沙很久的人物 如一组 福寿神等人都没有能够晋升 反而是这三个不相干的人晋升了 这就表明了一些变数 当然 古尘沙并不干涉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这些人就不可能修炼 到达无不朽的境界 新世界三个人修成了无不朽 一女二男 女的 就是这林一勋 两个男的 一个是少年 一个是青年 少年叫做胡不归 青年叫做 李修阳 他们也是都是有大气数的人 一修成了无不朽的境界 就已经看出来了 在新世界之中 想谋求进步 已经是非常困难 必须要脱离新世界 到达多元宇宙之中 感受救世界的精华 新救合一 才可以有机会更进一步 超过无不朽的境界 其实到达了无不朽境界的人 都会追求更强的境界 因为他们都知道 无不朽并不是终极之境界 现在外面那六大高手 和新世界就世界的意志相互对抗 这六个人的气数 比我们强大很多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正因为如此 所以 新救两个世界的意志 才压制他们 只要压制了那六个人 把他们压制 进入这座大阵之中 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机会 这样 我们现在彻底联手 镇压炼化古花沙 炼化这座大阵如何 我们占据了这座大阵 就可以成就一个非新救世界 这才是我们的根本 如果我们单打独斗 恐怕就会落入被各个击破 最后被炼化的程度 林一勋猛地发出来了巨大意念 这个意念 传递进入了周扬 张玄公 唐川 魏家 还有胡不归 李修阳的心中 什么 我们联手 借助这座大阵 炼化古花沙 立刻建立一个非新救事件 这几个人心中大阵 因为在非新救世界出世的刹那 众人都感觉到了 未来被无穷贯穿 即将开辟出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同意 魏家立刻开口了 张玄公也开口 唐川更是立刻同意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成功 他们就可以摆脱所有牵制 修为再度进步 第1105章 三方势力 嗡 滋滋滋 古尘沙值 感觉到了一股股的知识真谛之变化 蜂拥而来 各种实验数据 都聚集到达了 它的金字塔形状模块之中 那模块本身就已经非常坚固 不朽是第10层 非有无不朽境界的那一层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现在这知识真谛蜂拥而来的时候 这第10层的模块 已经完成了8层 非新救世界 古尘沙救命带笑容 看来 这些变数 都成为了我的资量 我缔造出来新世界 故意放养 其中就诞生出来了一些 我都无法控制的枭雄之本 但正因为如此 变数越多 非有无不朽的根基 就越是雄魂 看来 只要继续发展下去 我倒是能够真正 凝聚出来模块 成就无上之机 古尘沙是第一个建立 非有无不朽模块的人 不过接下来 只要那些人成立了非新救世界 那么天地之间的格局再度变化 一些无不朽的境界 也逐渐会走上这一条道路 奋力追赶古尘沙的脚步 他们也会建立模块 不过这也是古尘沙所需要的 当然 非新救世界的建立 也未必会打破最后的格局 最后的格局 必定会产生一个最强的存在 和古尘沙交手 因为 这是古尘沙自己所希望的 无论是救世界 还是新世界 还是非新救世界 都是古尘沙的一个试验场 这些人为古尘沙 提供各种数据和资量 古尘沙也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存在 和自己抗衡 能够威胁到达自己 可惜的是 现在一个都没有 哪怕是新世界意志 就世界都不行 当然 如果他们因为 某种机缘巧合变成了人 倒是可以对古尘沙制造一些麻烦 但也仅此而已 如果有一个主角出现 把他们彻底斩杀 吸收了两大意志 倒是能够和古尘沙抗衡 那个时候 倒是有一些意思 对于古尘沙来说 现在也不过就是培育阶段 你的模块再度完善了 楼拜月看着古尘沙飞 有无不朽的模块 自己也在建立中 不过此模块建立极其艰难 哪怕是以它的修为 也是一头雾水 而且就算是古尘沙传授 它经验也没有用 到达了无不朽境界之后 所有的东西 都只能够自己参悟 自己去经营 外人的指点已经没有了用处 因为无不朽境界的人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天道 超过了造物 是一种天道都无法理解的形态 是从来没有过的存在 在当年 最高境界也不过就是天道 是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统治者 可是天赋大地古踏仙 和天道结合之后 就产生了变异 世界宇宙如吹气球式地膨胀起来 在这些岁月之中 增加了万亿兆倍都不止 变异之后 无不朽的境界也就诞生了 随后 古尘沙更是把不朽第十层 非有无不朽的境界也推算了出来 这就导致了世界更加精彩 世界是无限的 天地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 古尘沙也不知道 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正因为如此 才显得有趣 这样有趣的天地 古尘沙时时刻刻都有新鲜感 可惜了 老四注定要成为 非星旧世界的牺牲品 罗拜约道 但我不准备解救他 他自己的选择 就算是解救 他也没有用处 反而会更加激发他心中的仇恨而已 他的心灵转不过弯来 导致于越来越堕落 最后罪孽深重 不过无所谓 古尘沙盯着那无穷虚空深处 许多无不朽高手的战斗 我同意 我也同意 终于 在刹那之间 周扬 魏家 林一勋 张玄公 唐川 胡不归 李修阳这几大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达成了协议 他们联手 炼化古华沙 拿着这无天无道大阵 化为飞星旧世界 不 你们不能不这么对我 我对你们也有帮助 老四古华沙大吼起来 他真正感受到了死亡降临 而且 这种死亡是永久的消失 你必须要死 林一勋道 因为整个大阵是你炼制的 你如果不死 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这座大阵 而且随时都要被你所反噬 你除了死没有选择 废话不多说 立刻炼化 轰隆 这些人把所有的力量聚集起来 直接就镇压了所有 在这股力量之下 老四古华沙 也只有发出来阵阵哀鸣 被突然一下 炼化成了一枚符文 打入了大阵之中 这些人有意思 六大高手周青 王超 红毅 方寒 杨琪 江黎 也感觉到了这种状态 他们陡然分出来了一股力量 阻止这些人 不好 林一勋感觉到了六大高手的力量 但他似乎早有准备 诸位 这六大高手的力量远远在我们之上 他们是弃术之王 弃术之皇帝 怪胎中的怪胎 我们只有就置之死地而后生 自己融化 把所有的力量 都融入这座大阵之中 建立飞星旧世界 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重生 而且 境界会增加 到达一个全新的状态 噼里啪啦 林一勋这个女子 真的就放弃了所有 把自己的所有生命 修为 参悟 经验 全部都融入了这座大阵之中 快 他居然真的这样干了 可以获得巨大好处 周扬一惊 他的心中很犹豫 因为舍弃自己生命 融入大阵 这不是 他所能够接受的 好不容易修炼到达了这样的境界 历经千辛万苦 一旦舍弃 那等于是万劫不复 从头再来 但那个林一勋 毫不犹豫地舍弃了 这下周扬知道 自己走在了后面 远远不如这个女子的决断 不过他 也是枭雄之辈 立刻不齐后尘 献祭了自己所有的生命和力量 说说说 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人杰枭雄 否则不可能修炼 到达无不朽之境界 他们的力量 到达了最强之境界 也会当机立断地舍弃 这些人猛地献祭了自己所有 全部都融入了 无天无道大阵之中 噼里啪啦 整个无天无道大阵 得到了这些人的献祭 在刹那之间 千百倍地扩展 然后一阵 居然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宇宙 这个巨大宇宙 把那六大高手周青 王超 红翼 方寒 杨齐 江黎 还有新世界意志古兴剑 就世界意志古踏仙 都排挤了出去 然后 许多团光芒 从其中衍生了出来 再度凝聚出来人形 为首的居然是林一勋 他因为是 第一个舍弃自己献祭 因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威 成为了第一个飞星 救世界之主 其次就是周扬 但周扬因为是第二个 他的力量小了很多 权柄也小了很多 不过重生的他 修为比以前起码提升了一倍 但是他心中极其后悔 为什么不是第一个献祭 如果第一个献祭 现在他就是飞星 救世界之主 可惜的是 一念之差 江山一首 他现在也有一些权柄 可感觉随时都有可能 被林一勋所剥夺 就好像一个国家之中 皇帝是独一无二的 掌握所有权柄的 而太子 哪怕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实际上 权力也是属于皇帝的 皇帝随时都可以费力 也就是说 现在的飞星救世界 全部是归林一勋来掌握 所有的人都在 飞星救世界之中复活了 不过他们复活之后 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同时深深地后悔 为什么不第一个陷阱 不过 那股滑沙 倒是彻底死亡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留下来任何的痕迹 他的所有一切 都化为了 飞星救世界的养分 飞星救世界 终于凝聚成了形体 我们拥有了抗衡救世界 新世界的力量 林一勋说话了 你们虽然在我之下 可都是飞星救世界的主宰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 只要不违逆我 就可以获得无上大自在 比起以前相互算计要好了很多 现在我们的飞星救世界最初建立 还是要靠你们 来丰富和壮大 我们的世界 既可以容纳新世界的人 也可以容纳旧世界的人 建立起来一个长期循环的机制 是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他的权柄 只能够屈居之下 不过唐川倒是感觉到了一阵轻松 因为他不用到处防备别人吞噬他 也不用防备新世界一直对付他 控制他 现在 有了飞星救世界作为基地 他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感受到了唐川的这种想法 林一勋投过去了赞赏的目光 好了 你们主持整个飞星救世界的运转 现在尽可能地吞噬其他宇宙 林一勋发出命令 顿时这些人都散去 唐川 你留下来 是 唐川老老实实地道 整个空间中 就剩下了林一勋和唐川两人 唐川 你觉得 我们飞星救世界刚刚建立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林一勋问 尊敬的飞星救世界之主 唐川十分客气 第一 是内部不稳 那些人都恐怕各自有心思 会破坏 我们世界的秩序 现在您可以镇压得住 可是他们如果和外来者勾结 怕就危险了 第二条 其实和第一条差不多 现在能够对我们造成威胁的 就是新世界 救世界意志 还有那个六个人 第1106章 格局再变 周青 王超 红毅 方寒 杨琪 江丽这六人实在是太过恐怖 似乎是聚集了所有的变数于一身 他们的修为通天彻地 能够镇压一切 哪怕是无不朽的境界 比起以前的无不朽境界 也要强大很多倍 唐川现在成了飞星救世界中的一员高层之后 实力也提升了很多 可如果要对上这其中六人之一 那也是凶多吉少 他也不知道 这六人到底是怎么修炼 按照道理 人不可能这么强大 不过 古尘沙也是个奇葩 强横到达了无敌之境界 究竟是怎么修炼的 任何人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错 我们飞星救世界建立了 以后整个多元宇宙之中 就是三足鼎立的姿态 不过算起来 我们最新建立 其实实力最为弱小 当然 我们也有优势 那就是 我现在绝对掌控了飞星救世界的局面 不像救世界 现在是极其混乱 而新世界的意志和创始人古尘沙 已经反目 我们可以吸收这两者教训 就能够开创出来全新的局面 林一勋道 那六人肯定会涂抹我们的飞星救世界 不过我们现在应该合纵连横 联合新世界 救世界的意志 把这六人彻底灭杀 再度融入我们的世界之中 唐川道 当然 新世界意志和救世界意志 都可以获得很大好处 他们可以变成人 我想这个计划 他们不可能拒绝 实际上 现在的多元宇宙 应该是五雄争霸 救世界 新世界 还有我们飞星救世界 另外就是那六个奇葩 除此之外 最后一个 就是现在无敌的古城沙 他一个人 就可以镇压 我们另外的四方势力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四方联合起来 对付古城沙才是 林一勋故意问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古城沙对我们没有威胁 唐川道 他是一个超然于物外的态度 不干涉 不吞并 他从来没有镇压 杀死过任何存在 似乎就是任凭各自发展 然后采集数据 我们都是他的试验品 而新世界意志 就世界意志 那六个奇葩 都不同 他们是有欲望的 有欲望 对我们就可以造成威胁 这六个人实际上 联手也不会紧密吧 他们相互之间 也有很大的争斗 有可能相互会吞噬 林一勋道 不错 但他们非常精明 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互争斗 什么时候该联合起来 唐川道 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误 现在我们之中的一些人 比如周扬 比如张玄公 比如魏佳 这些人都在暗中算计 联合外来人 企图夺取飞星 救世界的最高主宰 我看大人不如一不作 二不休 直接就把这些人恋化 也融入其中 迟早有这个打算 林一勋道 不过现在飞星救世界 刚刚定下来 不能够轻举妄动 必须要巩固根基 才可以慢慢清算 也不急于一时 恐怕会夜长梦多 唐川连忙道 越是出定 越要雷霆一击 此事我自有打算 退下吧 林一勋挥挥手 这唐川点头 连忙离开了 有意思 林一勋看着这里空空如也 我从新世界之中诞生 修炼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可惜的是 我感觉到 修成无不朽境界之后 就再也无法进步 只有脱离新世界 来到多元宇宙之中 寻求突破 那古尘沙建立了新世界 不过后来他发现 新世界也就是一个阶段的产物而已 所以就果断地抛弃了新世界 观察星旧对抗而已 搜 他的身躯消失不见 而这个时候 在多元宇宙的一处虚空深处 周扬猛地显现出来 似乎在等待什么 怎么还不来 周扬皱眉 哈哈哈哈 笑声响彻起来 随后 在周扬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青色衣服的少年 正是神秘的周青 这周青 王超 红义 方寒 杨奇 江离六人 是在这千年岁月之中 多元宇宙中突然冒出来的强横至尊 谁也知道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诞生的 似乎就这么无缘无故地出现了 而且还没有成长经历 就如天福大地古踏仙一样 此人也是突然冒出来 没有什么成长经历 就已经成为了镇压诸天的存在 周扬看见面前的周青 脸色很不好看 因为他暗暗观察之中 发现了此人的实力 居然远远在他之上 他不相信 但又不得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会诞生出来如此奇葩 想我周扬 获得了无数奇遇 先是被救世界一直灌注了系统 又被古尘沙灌注了系统 然后我机缘巧合之下 把两大系统合并 又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把中原宇宙化为了超级巨无霸宇宙 自身晋升为无不朽的境界 论我的经历和经验 就是宇宙之中最为丰富的 所以修炼到达了这个境界 所以能够有此成就 可这人算什么 根本没有做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周扬心中十分的不爽 我这次来是和你联合 帮助你获得新旧世界的控制权 你在内心深处这么诽谤我 是不是有些不地道 青衣少年周青淡淡地笑着道 你居然知道我内心深处在想什么 周扬震惊起来 这没有什么 你的境界还没有到达这一地步而已 周青摆摆手 我这次来联系你 实际上是让你夺取到达 飞星旧世界的控制权 不能够让那灵异熏获得 这对于我来说 是有巨大好处 但我希望知道的是 你能够有什么好处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无偿帮助我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到 你的好处在哪里 周扬道 我的好处 你也不能够理解 实际上 你看出来了没有 我并不是真正的人 周青道 不过 我想要在这个时代之中 变成人 不是真正的人 周扬大吃一惊 他实在是看不清楚 这周青的虚实 那你是什么时代的人 难道 你不属于这个时代 命运线已经彻底一团混乱 时空线早就已经消失了 不过 我是属于你不知道的那个时代 那个世界 不属于现在的多元宇宙 现在的多元宇宙 实际上是基于现实基础上 但随着心灵之力的开发 很多想象的东西 也都会降临到达这里 最后 想象和现实相互融合 凝聚成一个 既不是想象 也不是现实的世界 实际上 新世界是想象 可拥有了现实的力量 但旧世界 也不能够被新世界所取代 旧世界的存在 也是有很大的必要性 古尘沙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放弃了新世界 退居幕后 静观其变 周青不知道说一些什么 他的话语 好像迷雾一般 层层叠叠 哪怕是周扬也听不懂 他到底表达的是 什么意思 不过 周扬也不想刨根问底 他需要知道的就这两点 第一 周青是不是真心帮助他 第二周青 对他的帮助 到底可以到达什么地步 好了 既要我们开始合作 那就不要谈论 那些虚的东西 周扬白白手 你说的这些 我也听不懂 现在 我需要怎么做 直接把林一勋杀死 炼化他 夺取他的控制权 可事情 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本身就是新世界 出来的无不朽境界人物 新世界的所有人物 境界都比多元宇宙之中 诞生出来的强者 要高 同样是天道境界 新世界中的天道人物 比起其他宇宙的强横百倍都不止 当然 修炼到达了无不朽境界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可我并不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现在 他成了飞星救世界之主 我更不是他对手了 就算是你 想要对付他 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在飞星救世界之中 他都可以把你完全镇压 的确如此 我现在的力量并没有现实化 而且能够运用的力量 还不如那古踏仙和古星剑 周青道 所以他想要镇压 我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吞噬他 夺取到这把拳 我现在的实力 最少要提升数十倍 才有机会和他一争 你能够在短时间内 帮助我把力量提升吗 周扬看重的 还是力量和境界的提升 那是自然 不过你现在要吞噬其他的人 周青道 你应该知道 魏家和你是反的 当年你因为中原世界 而成就了无不朽的境界 而魏家的诞生 是因为中原世界众生 不想被你奴役的意志 最后夺取了你的中原世界 则就是一股宿命之中的敌对 所以 你必须先要吞噬此子 炼化之后 你的力量绝对不是 数倍增加这么简单 这点我也想到了 不过现在魏家的力量 和我差不多 周扬道 如果你帮助我 我很快就可以吞噬他 第1107章 无人永生 上 在飞星旧世界之中 一共有林一勋 周扬 唐川 魏家 张玄公 胡不归 李修阳 这七大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其中 林一勋为绝对的主人 其他的人虽然有一些权柄 可遇到了林一勋 都会被剥夺 这就好像是皇帝 手下有很多大臣 这些大臣也掌握着这些国家 在皇帝不出的时候 他们可以作威作福 可如果皇帝一句话 就可以把他们的权威 剥夺得干干净净 所以现在周扬 还是觉得 受制于人 他必须要一步步改变 现在的局面 就需要引入外援 杀死自己的对手 当然 他知道那魏家 其实也在图谋吞噬自己 因为对于魏家来说 如果一旦吞噬了周扬 他的实力 也会获得值得飞跃 你要紧快了 我想我的那些同伴 其中一个 也可能是拉拢了魏家 他的第一个目标 也会吞噬你 周青的一句话 让周扬立刻紧张了起来 还有这种事情 周扬大吃一惊 你们六人到底是敌对关系 还是朋友 我实在是看不透 有的时候是敌人 有的时候是朋友 周青笑了笑 当然 我们六人有一个最终目的 就是镇压古尘沙 把他炼化 为什么 周扬倒是一愣 古尘沙虽然是天地之间 第一强者 可他对于任何人 都没有什么威胁 难道你们和他有什么仇恨 没有什么仇恨 只不过他是天地之间 最高的水平 而我们能够镇压这个人 就代表了 我们是最高的水平 所以他必须要被我们所战胜 只要战胜了此人 我们的修为 才会到达一种最高的境界 然后进入另外的世界 进行镇压 周青道 另外的世界 现在多元宇宙 已经是唯一的世界了 我们就算到达了 无不朽的境界 也不可能寻找出来别的世界 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周扬奇道 你不能够理解这样的境界 天外有天 永无止境 人外有人 一山还有一山高 周青道 不过古尘沙代表了一种气数 一种巅峰 一种资粮 先把它镇压下去 才能够看清楚 真正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青说话总是这样 无法给人看清楚 听清楚 好吧 周扬道 那我们现在就联合 寻找到魏家的破绽 你辅助我把它吞噬 如何 可以 周青笑着 谁也不知道 他在想一些什么 与此同时 在多元宇宙的一处地方 古尘沙看着面前的长卫央 正在不停地散发出来 无上的天道规则 凝结成了一个大茧子 这个大茧子 在猛烈地蠕动着 突然之间 这茧子破裂 长卫央从其中出来 浑身上下散发出来了 无不朽的气息 它最终化为了 无不朽的境界 长卫央当初乃是宇宙玄门的宗主 是艺术 底蕴 极其雄浑 在当初的无尽大陆之中 强横的无边无际 是注定要突破 到达天尊境界的人 当年他跟随古尘沙 东征西讨不说 在最初的阶段 给了古尘沙很大帮助 正是因为他的帮助 古尘沙才可以抵挡 当时天地玄门的袭击 现在 经过了很多年的岁月 长卫央终于参悟玄妙 修成了无不朽的境界 而在遥远的一处地方 一股法的气息渗透了出来 然后 也有无不朽的气息诞生 这无不朽的气息 凝聚成了一个人 法圣的双目之中 出现了非常强大的气息 他已经晋升 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我晋升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这些年 忍辱负重 终于修炼成功了 我就是法圣 所有法则的缔造者 所有秩序的主人 所有规矩的祖师 法圣沉寂了很久 他是第一圣人 对于人类有巨大功劳 当初他辅助上古天子 缔造法律和秩序 使得人类最终成就了最强的种族 屹立于世界之巅峰 上古七圣 法五文兵农工医 现在五圣是第一个成就无不朽境界的 而其他的圣人 都已经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法圣复活之后 一直作为古尘沙的敌人 不过古尘沙并没有杀他 甚至后来建立了朝廷 还让法圣作为臣子 但法圣一直没有真正臣服 后来新世界建立 他就躲躲藏藏 最后销声匿迹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甚至有的人人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 他突然出现 而且居然修炼成了无不朽的境界 这就是后继勃发 不过 哪怕是他逃得再远 实际上 也难以逃脱古尘沙的注意 在长卫央修成无不朽的时候 古尘沙就看到了 法圣也修炼成功了 他一指之间 显现出来了 法圣修炼成功的局面 法圣居然也修炼成功了 他这些年 就好像阴沟中的老鼠 朵朵朵朵 近身到达了无不朽境界的长卫央 很不客气 他对于法圣嗤之以鼻 法圣的下场以后不会很好 现在是他最后的辉煌 就如老四一样 古尘沙百百首 老四终于烟消云散 化为了飞星旧世界 没有了自己的意志 我感觉到他以后也不会再复活了 是彻彻底底消亡 楼拜月摇摇头 老四如果跟着我们 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样凄惨的下场 我已经给他机会了 可惜但是他根本不在意 而且还很抗拒我 我就没有任何办法 古尘沙倒是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老四是自寻死路 当年我很看好他 认为他是古他仙诸多皇子之中 最为出色的一个 甚至比陈沙你还要出色的多 不过我并不知道 他其实就是天地的化身 不过老四死亡 代表着天地终于泯灭在了世间长河之中 世界格局再次迎来了全新的变化 文宏道 的确老四死了 从此之后天地也泯灭了 再也不会复活 他的时代已经彻彻底底消失 古尘沙点头 现在更是飞星旧世界 成功凝聚成形体 更是多出来了六个气数之王 这六个人有些意思 他们的诞生 似乎是来自于一些 莫名其妙的缘分而诞生 而且我感觉到 这六个人最终的目的是 把我镇压 完成他们的使命 这六个人到底 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楼拜月十分疑惑不解 本来这个世界上 是各领风骚 不可能有永恒主角的存在 可惜的是 我的存在出现变数 使得天地之间 没有了其他的主角存在 于是或 这种历史的规律 就开始反噬我 诞生出来了真正的主角 古尘沙道 主角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文宏倒是有些疑惑不解 所谓主角 是一个地方 气数所聚集的最强一点 比如一个村子里面 那个运气最好的人 就是这个村子的主角 而这个村子的主角 实际上到了镇子里面 也未必就是主角 敏燃于众人 然后一个星球 气数聚集于一点 那个人就是星球的主角 但到了一个星域 主角就另有其人 古尘沙道 而对于整个多元宇宙来说 无论是谁 都不是主角 现在只有我 才是真正的主角 只要我不陨落 所有的人都会被我压制 除非是有人 把我镇压彻底杀死 其他的主角才会冒出来 按照历史的规律 我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可我强行打破了规律 就必定要会被反噬 因为我的存在 那些主角都诞生不出来 可冥冥之中 这些主角还是不甘心 为气数所感 出现在了这里 和我争锋 古尘沙还是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点 其实出现的这六个人 都不是人 他们和旧世界 新世界的意志一眼 都是虚拟的存在 所以还有缺陷 他们想要变成真正的人 古尘沙把这件事情 就剖析清楚了 文宏听着 暗暗点头 那这么说来 这六个人 也是我们的敌人 要把他们最终剿灭 还是收集他们的数据 他们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所以 哪怕是变成了人 实际上也无所谓 为我增加一些数据而已 不过他们和新世界 旧世界 也都会诞生出来 真正的一个人 那个我还在等待 究竟是谁 古尘沙道 不过 为了加速多元宇宙的一些事情 我还是要加一把火 加一把什么火 诸葛牙有些奇怪 难道 尘沙你想再次催生 一些强横的存在 缔造无数的人 古尘沙很多次催生 都是为宇宙之中注入无数的能量 使得宇宙中出现了无数的法宝 这些法宝 被很多有大气数的人获得之后 就出现了无数的高手 诸葛牙觉得他还要这么大来一次 这次不是了 古尘沙道 现在的多元宇宙之中 只要一旦修成了倒数 就可以长生久世 导致于许多人都能够自动的 就长生 所以我决定 要定下来修行的寿命 定下来寿命 诸葛牙问 也就是说 没有真正的永生 哪怕是无不朽的境界 也会因为寿命耗尽而死 古尘沙伸出手来 第1108章 无人永生 下 上次古尘沙把命运长河爆炸了 随后一些无不朽境界的高手就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不朽境界的高手会越来越多 现在的情况是 多元宇宙之中 修行已经非常的容易 一个普通人 要修炼到达到境 吸收天地灵气 他就可以拥有几百年寿命 然后随着不停的进步 几年时间 就可以修炼到达金丹境界 拥有千年寿命 随后踏入法力境界 一路晋升 到达神级 圣人拥有万年寿命 这也很简单 然后突破到达天尊境界 也是极其的顺利 一旦到达了天寿境界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不死 到达了天元境界 只要不被外力杀死 就可以永生 这倒是极其不合理 也没有办法使得人最终进步 现在我就把诸天万界 多元宇宙的时间线 规定一个具体的 同时 哪怕是无不朽的境界 也有自己的寿命规定 一旦寿命完全消亡 就会再也复活过来了 古尘沙观察万界 脸色很是平常 随后 她的手掌上出现了许多的线条 渗透进入了无数的虚空之中 所有宇宙 哪怕是新世界 就世界 非新就世界 都逃脱不了 被这线条笼罩的命运 随后 所有一切众生 非众生 在意志之中 都听到了一个声音多元宇宙 无人永生 天地之间 一切种种 未受所困 所有的修行者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深处 多出来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响彻了一下 然后沉寂下去 让很多人都觉得是个幻觉 在旧世界之中 有一处宗门深处 许多人正在修炼 突然那长教和诸多长老都愣了 诸位 你们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没有 长教 我们都听到了 不是幻觉 所有的长老都交头接耳 惊讶不已 现在你们发现了什么异常没有 长教问其他的人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个声音一下就过去了 有个气数极其强横的少年 是整个门派的圣子 他气势逼人 但现在也震惊不已 突然 他心灵一动 似乎呼唤出来了一个东西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虚拟的面板 上面出现了他自己的信息 叶辰 古东山圣子 修炼等级三 寿命一百年 剩余寿命 八十年 这是什么东西 叶辰看着自己面前出现的虚拟面板 上面居然有自己准确的信息 甚至还有自己的寿命 一百年 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修炼到达了道径十八遍 大道金丹之境界 体内凝聚出来了金丹 怎么说也有千年寿命 为什么一下缩小了十倍 这不可能 谁弄出来的这东西 欺骗我 叶辰根本不相信 怎么突然自己面前出现的虚拟面板上面 记载数据 什么 这个时候 掌教已经震惊起来 我修炼到达了天元境界 已经是不死不灭之境界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上面显示 我的寿命 只有一万年 而我已经活了一万岁了 上面显示 我还能够活两个时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些长老都纷纷震惊 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虚拟面板 上面都记载了自己的寿命 到底有多久 整个古东山的最高掌教 它是天元境界 镇压一方 已经活了万年岁月 看尽人世沧桑 当然 旧世界的凝聚成形 也没有万年岁月 不过这是对于整个多元宇宙的时间来说 在旧世界中 有许多次元 时间流逝 和多元宇宙的总时间不同 也许多元宇宙的总时间 才过去一天 一些次元 已经过去了数十万年 甚至上一年之久 掌教 也不知道是什么大能和我们开玩笑 我觉得这不可能 一些长老纷纷道 按照我们各自的虚拟面板上面 记载的东西 我们的寿命大大降低了 比如 我已经修炼到达了神迹境 怎么都可以活上几千年 可是现在 上面却只有几百年的寿命 不知道普通人的寿命是多少 夜城的寿命才一百年 那普通人的寿命 不是只有几十 甚至更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我觉得 此事也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长老都在研究 有的则是在推算 这面板 到底是怎么来的 时间就这样过去 他们也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结果 好了 此事我们的修为 恐怕就算是研究 也研究不出来什么东西 掌教道 我还是去找一找我们这个次元之主 他的境界 已经到达了天道之修为 体内的不朽之力 已经是不朽第七层 真不朽之境 肯定知道此事的前因后果 说话之间 这掌教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 上面显现出来 他的寿命 只有十个呼吸时间了 也就是说 我十个呼吸之后会死 掌教摇摇头 开玩笑 怎么可能 他脸上出现了一种轻蔑的笑容 但是 十个呼吸之后 这面板上面显示的是 寿命归零 彻底死亡 轰隆 虚拟的面板崩溃了 顿时之间 这掌教的身躯 就开始寸寸瓦解 化为了一股清烟 彻彻底底消失了 再也没有任何气息 掌教 掌教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 这掌教居然死在了他们的面前 就是这样死得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 难道 这面板上面显示的寿命是真的 立刻之间 这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就在此时此刻 有一些弟子冲入了这里 汇报情况 我们宗门之中 所有的人面前 都出现了虚拟面板 上面显示出来自己的寿命 那寿命到头 人就会死亡 上面显现出来的寿命 大大降低了 这个宗门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在所有的多元宇宙 任何角落 哪怕是最强横的存在 也逃脱不了这个束缚 因为整个多元宇宙 无穷时空 生命寿命的规律 已经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了 这是古尘沙下手造成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或者是未来 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能力 把所有的众生 一切规则都改变 小人物 发现了这虚拟的面板 不用说 哪怕是大人物 修炼到达无不朽境界的人物 也逃脱不了这个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法圣刚刚修成了无不朽的境界 就发现 天地之间的所有一种 都发生了剧烈改变 自己的面前也出现了虚拟面板 上面显现出来自己的寿命 法圣 无不朽境界 等级98 受命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已经消耗寿命 法圣看着这控制面板上的信息 表情极为精彩 什么 无不朽的境界 居然还有寿命 哪怕是修炼到达了天寿境界 就寿与天奇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灭了 而天元境界更是如此 我现在的寿命 怎么只有十亿年 就算是一颗普通的星球 都比我的寿命要长 到底是为什么 法圣长效连连 极其不甘心 十亿年的寿命 看起来很长 可是对于强者来说 却算不了什么 因为真正的强者 操纵时间 改变一切 别说是十亿年 哪怕是百亿年 都是转瞬即逝 什么生命 时空 都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天道级别的强者是如此 无不朽的境界更是如此 可是现在 修炼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居然还要被寿命所束缚 那修炼还有什么意义 谁 到底是谁 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法圣的心中 陡然出现了一个人 那是古尘沙 古尘沙 就是你 你这个魔鬼 你不是人 法圣大吼 你居然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改变了所有一切的寿命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难道世界上 所有众生 连永生的希望都没有了吗 不 我一定要抗争 要把你杀死 让这生命的束缚彻底崩溃 法圣是彻彻底底愤怒了 你看 法圣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但他的理念 却是用法律来规定天地 可事情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古尘沙自然是发现了 法圣的长效 不过他倒是 并没有任何的表态 我们倒是 也出现了寿命 不过我们的寿命 比法圣要长很多 甚至还在不停地增长 楼拜约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这是自然 古尘沙道 你们跟在我的身边 因为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提升 所以 消耗的寿命比不上增长的 尘沙 你自己呢 你的寿命是多少 有没有这个面板 文宏问道 我没有 古尘沙摆摆手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让我死 甚至是连我自己 也无法毁灭我自己 让我自己消亡 所以我无法使得 自己凝聚出来面板 这个世界上 也算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之一吧 到达了古尘沙 现在这个境界 的确是自己 都无法使得自己毁灭 第1109章 天下为敌 整个多元宇宙 到底有多少生灵 这谁也不知道 因为新世界 还在不停地吞吐 制造宇宙 一个宇宙诞生之后 其中的生灵 也很难数清楚 更何况 在天地之间 有无数的宇宙 但是现在 古尘沙琐碎 便便一挥手 一股法则的力量 就笼罩了整个多元宇宙 每一个生灵的心中 甚至它设定了寿命变化 让每个生灵 都知道自己的寿命 从而造成一种迫切的感觉 所有的人 寿命都清晰地显现出来 每过一分 每过一秒 都在不停地流逝 这就给人一种紧迫感 所有的人 都不会再浑浑噩噩 虚度光阴 哪怕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 也会觉得 自己时光短暂 不能挥霍 以往修炼到达了神级 乃至于圣人 都基本上不会担心 自己寿命了 可惜现在 人人都几乎是被架在火上烤 天地产生了变化 所有生灵的智慧被激发 高速运转了起来 古尘沙等待着 它就发现了 这多元宇宙之中 一股股的思潮 宛如山崩海啸 无数的奇思妙想 追求永恒真谛的智慧 全部都滚滚而来 那种增加的速度 比起平时 快了千百亿万倍 这样一来 就使得它的 非有无不朽模块 更加清晰 此模块相互变化 相互组合 发出来 咔咔咔咔的声音 随后 这非有无不朽的模块 其中蕴含了无数知识 这些知识散发了出去 让周围的人看着 学习着 渐渐地 这些人寿命 再次有了一个猛烈的飞跃 寿命 就可以看到人的修为 现在寿命越是高 代表的是 修为越是强横 没有之一 陈沙 你这样一弄 天地之间的气数 立刻起了巨大变化 就如一个国家 突然颁布了 某种刺激性的法令 然后整个国家 立刻就欣欣向荣 人们都所有积极性 都被调动了起来 楼拜月 也在观察 整个多元宇宙的变化 他在观察之中 寿命居然也在 大规模增长 此时此刻 他的寿命 已经到达了 300亿年之多 而法胜同样 是无不朽的境界 寿命只有10亿年之多 这等于是从奴隶社会 过度到达了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的奴隶 是没有任何财产的 所以他们干活的 积极性不高 甚至还会时常 反叛奴隶主 可后来变成了封建社会 那些奴隶主 把土地租给了奴隶 奴隶能够获得财富 他们批心待跃的生产 整个社会 都进行了质的变化 文宏道 现在沉沙催动了 这个法则 使得人人都可以 看到自己的寿命 而且寿命大大降低 使得人必须要 挣扎求生 不停地要快速修行 思考 创造 哪怕是无不朽 也不能够偏安易于 整个天地之间 就会迎来一股大的变革 这是时代的晋升 的确如此 诸葛牙道 其实现在沉沙 一直都在催动 整个天地宇宙众生的进步 只要众生进步了 就会诞生出来 更多的无不朽 还有更多的厉害人物 到达那境界 最后也不知道 谁会成为你的真正对手 我是在逼迫 古沉沙道 这样的逼迫之下 肯定就会产生反噬 在反噬之中 气数会剧烈流转 流转之间 那无数的气数 都会聚集到达一个人的身上 那个就是我真正的对手 当然现在不可能不出来 沉沙 你这样做 强行降低所有众生的寿命 激发众生的智慧和力量 使得他们的心灵更加强大 可是他们觉得 你居然敢束缚他们的自由 损害他们的生命 他们都会联手起来对付你 如此一来 你不是举世为敌 武圣道 正是如此 才会诞生一个个的真正主角 古沉沙道 多元宇宙的真正主角 超级主角 也不会直接就可以和我比肩 会一个的诞生来挑战我 而被我一个个的击杀失败 随后诞生的会越来越强大 那个时候 就是最后的决战 使得我到达非有无不朽的境界 甚至是把不朽第十一层 也推算出来 不朽境界 还有十一层 诸葛牙和楼拜月 文宏都震惊了 境界是无止境的 古沉沙道 不光有十一层 还有十二层 甚至十三层 不过那个时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 只有走到那一步才会知道 不过事情一步步地走 就这么永恒地走下去 看宇宙变化之风景 也是有趣 因为现在就算是我 也不知道下一刻 宇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气数开始聚集了 常卫央猛地一看 就发现了多元宇宙 无论是新世界 旧世界 还是非新旧世界 乃至于无数的宇宙 气数都产生了一股变化 朝着某种未知点聚集 如此一来 以后获得了这个气数的人 必定会脱颖而出 超过所有 什么林一勋 周扬等人都不是对手 现在林一勋应该是最强的 想不到此女居然有此手段 楼拜跃道 她是出自我们新世界 现在居然到达了这种境界 尤其是投机取巧 在最关键的时候 建立了非新旧世界 现在她的实力 甚至还在我之上 只怕是除你之外 最强者了 当然 周青那六个人 也极其厉害 不过他们 现在还不是人 而是类似于古兴剑 还有就世界意志的那种虚拟人物 如果他们能够变成真正的人 倒是有很大手段 主要是她善于决断 以前的风云人物 一个个都凋零了 新的时代变化实在是太快 老四的所有技术 所有力量 所有修为 都等于是 成就了林一勋 就时代的人才 在接下来的时间 会加速凋零 法圣恋成了无不朽 以为自己可以纵横不死 但接下来 就是她的死期 她会以自己的积蓄 来成就一个新人 古尘沙叹息 还有以前的一些人 红灵沙这些人 也在接下来 会真正地被新人所取代 在当初 人间界凝聚的时候 涌现出来了 许多出类拔萃的人 那些人都获得了 变异本源的加持 可惜的是 现在都烟消云散了 当年赫赫威名的人间界之主 人组张自然 也死无葬身之地 被全部吞噬 吞噬她的老四也死了 只有跟着古尘沙的 一些人才安安稳稳 唯一陨落的是金隋波 可金隋波 那是冲击无不朽的境界失败 并不是为别人所杀 也就是说 古尘沙能够庇护属下 所有的人 离开了古尘沙的庇护 哪怕是修为再高 实力再强 也未必可以安然无恙 尤其是现在 大家都有了寿命 极其紧迫 宇宙日夜变化 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之中 更新换代极其地快 为什么 我们飞星旧世界之中 也逃脱不了 这股法子的笼罩 在飞星旧世界之中 唐川 张玄公这些人 他们已经成就了 无不朽的境界 开始建设着飞星旧世界 此世界之中 无数的高手诞生出来 无数的种族 也在一一凝聚 空间 次元 星球 星域 大陆 都诞生了出来 然后许多法宝 丹药 天才地宝 各种功法 也都被创造出来 丰富着整个世界 张玄公和唐川 看着自己突然出现的虚拟面板 脸色也很不好看 这都是古尘杀倒鬼 我们本身是不死不灭的 哪怕是多元宇宙消失 我们身为无不朽的境界 就已经亘古长存 完全超越了世间和空间 可惜现在寿命 只有区区几十亿年 连一个星球的寿命都不如 怎么建设整个世界 几十亿年的寿命 对于普通人很长 可对于无不朽境界的高手来说 太短了 实在是太短 因为他们随意变化 逆转时间 缔造一件东西 也许就过去了百亿年之久 也就是说 现在古尘杀 限制了他们的某种能力 使得这些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不能够肆意妄为 古尘杀此人已经丧心病狂 现在就算是连无不朽境界的高手 都不能够长生 那谁还能够永远地活下去 他简直就是断绝了 众生的长生之路 这个时候 魏家也走过来 本来我以为多元宇宙他 已经失去了控制 就算是连新世界的意志 也背叛了他 所以他也就不足为据 我们迟早都会超过他 没有料到 他的实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随意运转 可以改变多元宇宙的任何格局 甚至我怀疑 他只要一年一动 就可以拿我们的性命 但是他现在只是无不朽的境界 其实和我们一样 古尘沙做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唐川看不懂 他这样做 不是要举世为敌 所有的生灵 都不会允许 有人能够束缚自己的寿命 看来 我们是要联合起来 对付古尘沙了 现在 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的 本来我们相互争斗 还有很大意义 可是古尘沙这样一弄 我们的争斗 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现在最大的意义 就是打破束缚 镇压此人 获得自由 我们要自由 第1110章 万界再变 飞星就世界 也逃脱不了古尘沙的手段 哪怕是那几个 修成了无不朽的厉害人物 他们照样 也只有承受这种规则 不过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现在对古尘沙 充满了仇恨 这也无可厚非 他们生活得好好的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结束 都是许多世界的绝对主角 终于修炼 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本来以为可以永恒自在 但现在居然有了寿命 而且 寿命降低了那么多 这谁都不会舒服 而且伤害到了他们的根本 想一想 在诸天万界的争斗之中 什么法宝都是次要的 什么机缘也都是虚妄 唯独自己的寿命 才是真实不虚 只要能够活着 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如果死了 那一切都化为梦幻泡影 现在古尘沙让众生的寿命 都处于了有限的时间 只要是知道真相的人 必定对他无比痛恨 已经把他当成了大魔王 真正的魔头 真正的无情之物 在瞬息之间 无数的人人之事都起了逆天之心 天就是现在的古尘沙 我们的争斗 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这个时候 魏家和周扬也到达了这里 和唐川 张玄公等人相互谈论 本来这两个人相互对抗 都要吞噬对方 斗争正是如火如荼之时 可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都觉得 争斗没有了任何意义 必须要联合起来 化解掉结束 他们是绝对不能够容忍 自己最后受援禁了 弃散功效死亡 不过 古尘沙现在到底怎么才能够战胜他 这个时候 非星旧之主的真正主人林一勋也出现了 他的眉宇之间 是很浓的忧郁之色 本来他以为可以纵横天地 可以和新世界 就世界分庭抗礼 三足鼎立 但现在才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 在古尘沙的面前 他的这些成就 都是幼稚可笑的 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对付的了 唐川道 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联合一下新世界 旧世界 还有那六个无敌的人物 这么三大势力 不能够相互攻击了 此话有理 林一勋手掌一挥 顿时这里风起云涌 所有的一切都变化了 成为一座大殿 他端坐在这王座之上 而所有的人都罗列齐下 这里就是非星旧世界的一回大厅 周扬 我知道你和那个无敌的厉害人物周青勾勾搭搭 想颠覆我的统治 不过我无所谓 你的所有一切 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现在你和周青联系 我们商量怎么对付古尘沙的事情 一开口 林一勋就让周扬脸色十分不好看 但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立刻调整了心态 开始呼唤他的背后人物周青 刷 这个大殿之中 就凝结成了一个人 青色衣服的少年 正是周青 周青看着高高在上的林一勋 并不在乎 而是摆出来一副完事不公的模样 非星就世界之主 你倒是有些自在 怎么 联系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想多说废话 林一勋再次摆摆手 周青 我看你别置身事外 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的话 你也有那面板 面板之中 你也有寿命 也就是说 哪怕你是特殊的存在 其实也逃脱不了古尘沙的掌握之中 你哪怕是再厉害 和我们也一样 也都是古尘沙的一个试验品而已 其实我知道 你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人 但你也非同小可 按照道理 古尘沙现在赫赫无敌 但最终也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而你在亿万年之后 就是取代他的主角 其他的人 是取代你的 一代代下去 可是现在 古尘沙脱离了某种规律 想要把这个主角的位置 永恒当下去 如此之后 你们就无法诞生出来 只有冥冥之中 那种气数显化出来 阻止古尘沙 只有把古尘沙打压下去 你们猜可以出事 当然 你们也可以在这里 直接凭借一些变化 提前出事 看来 你建立了非星旧世界 修为日夜增加 倒是练成了无上神通 周青道 你说的不错 我是接替古尘沙的人 是他的下一人 不过他永远巴占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使得我无法出事 同时影响到了 接下来的无数后来者 这些后来者 也必须要联合起来 解决掉古尘沙 才可以恢复秩序 未来 本身就是变动的 灵异熏道 接下来的未来 我们的确都看不明白 但唯一我知道的就是 如果不镇压古尘沙 我们都会死 虽然现在 我们有几十亿年的寿命 甚至上百亿 数百亿 可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终究是会死 而且 古尘沙可以随意操纵我们的寿命 也许他心血来潮 突然变化 让我们的寿命 只有几十年 几百年 都说不好 有了这个人 凌驾在我们头上 使得我们随时都要遭到生命威胁 这是万万不能够忍耐的 此事的确是不能忍 周青道 我的确是当上了古尘沙的实验品 他这样做 实际上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 让所有的人都给他提供经验 他现在之所以弄出来这个寿命版面 实际上也是为了压榨所有人的潜力 这些我也知道 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林一勋道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如何对付古尘沙 把古尘沙彻底杀死或者镇压 破除这个面板上的寿命限制 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当然有主意 周青胸有成竹地道 不过我现在的实力 倒是很难发挥出来一些东西 必须要变成真正的人 才有能力施展出来一些逆天之法 直接粉碎掉古尘沙建立的这个规则 什么 林一勋一阵 你居然有如此力量 他不相信 周青居然可以粉碎古尘沙建立的规则 那不是说 周青如果变成人之后 就拥有了古尘沙一样的能力 不过他想想 这周青在未来 可是代替古尘沙的人 能够有一些秘法 也不稀奇 这也不稀奇 我的力量本身就不在古尘沙 周青慢条思理地道 不过没有变成人 没有心灵 就不可能催动自己的所有力量 因为人的心灵 本身就是永恒之力 你你要如何 才能够变成人 林一勋问道 他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某件事情的关键点 如果能够知道周青的秘密 他的实力也会提升 到达一个可怕的境界 很简单 众生之力 现在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会建立一个教派 聚集信仰 从信仰之中 提炼出来一些最神秘的东西 周青道 人的心灵之中的力量 蕴含一切 千变万化 可以提炼出来 许许多多伟大的存在 现在你们提炼的方法 实在是太原始了 哪怕是最高明的手段 也只能够从其中提炼出来 一些不朽之力而已 可是我不同 我的手法比你们高明亿万倍 我可以从其中提炼出来 不可思议之力 最后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 我就可以凝聚出来自己的身体 化为无上之神 打破古尘沙的束缚 你的意识 是要在我的飞星旧世界之中提炼了 林一勋道 不错 其他的宇宙实在是太小了 根本施展不开 当然 我们联手 我就可以传授你一些手法 使得你的力量 超过旧世界 新世界 周青道 好了 我看来不给你一些好处 你不会相信我 我就把从心灵之中 提炼出来的秘密告诉你 嗡 一股古怪的力量 传递进入了林一勋的脑海之中 显现出来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东西 两久之后 林一勋眼前猛的一亮 全身的气势节节攀升 他长笑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心灵之力还可以如此运用 看来周青 你的确是可以和古尘沙媲美的存在 随后 他双手一抓 顿时无数的信仰之力 如海一般奔涌过来 在他的面前 凝聚出来了一片混沌海洋 当年 古尘沙在海外建立小神州 就是收集信仰之力 从其中提炼出来一些精华 凝聚大阵 锻造宝物 使得海外的势力极其巨大 成为他的一个秘密基地 为他提供了不少战斗力 一直以来 古尘沙也是在研究 从信仰之力中 提炼出来许多物质 信仰之力 是比混沌原力 更为高级的存在 从混沌原力之中 只能够提炼出来许多宝贝 不过也有一个极限 那就是 不能够提炼出来不朽物质 唯独有人的心灵之力中 可以提炼出来不朽物质 随着提炼的手法之精妙 可以提炼出来的不朽物质 越来越精纯 有的人可以从其中提炼出来 微不朽 小不朽等力量 有的可以先从提炼出来 真不朽 永不朽 但是 现在没有人能够从其中提炼出来 无不朽 也就是说 哪怕是自身到达了无不朽的境界 也不可能从其中提炼出来 无不朽的物质 缔造出来无不朽级别的法宝 五圣所缔造的五圣福禄 实际上是个一变的过程 现在要让五圣缔造出来这样的福禄 也是不可能 但是现在 周青的手法 居然可以缔造出来 无不朽境界的宝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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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